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那个亲爱的 它怎么还不到啊 啊 那前面不远就到了啊 前面啊 还要走多远啊 哎呀 到了这就 走吧走吧 你看 前面就是我家了 我妈在家肯定都等着急了呢 嗯 这 这个就是你家啊 啊 怎么了 嗯 这 哎呀 你 你有话就说啊 哎呀 那个 小黑啊 你家这个房子也太老了吧 怎么 你嫌弃啦 我 我还真有点后悔过来了 杏子姐啊 那你后悔 要不我把你送回去吧 哎呀 不不不 还是算了吧 你说 我的来都已经来了 怎么着也得去看看你妈妈吧 哎 这就对了嘛 你看上的是我这个人 又不是房子 那咱走吧 妈 妈 我回来了 哎呀 儿子回来了 妈 妈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杏子集 哦 您好 好 哈哈 阿姨 您还认识我吗 啊 认识啊 这见了面不就认识了吗 不不不 不 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说 应该是去年 嗯 不对不对 应该是前年 前年 我们见过一次 你想一想 在哪儿见过呀 就是前年夏天 在马路边上 阿姨 你好好想一想 在马路边上 咱们没嫁过面呢 阿姨 你想一想 就是一年夏天 你救了一个人 我没救过人呢 阿姨 就是那年夏天啊 天气特别热 一个小姑娘中暈倒了 然后你还给了她一些水喝 还帮她打了120 你再想一想 对 对 好像是有这么个事 那个人就是你 对呀 对呀 可不就是我吗 阿姨 当时我醒了之后啊 迷迷糊糊的 想要为你留个电话号码 结果你却怎么也都不给我 她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后来啊 我再怎么找 都没有找到你 没想到啊 今天在这儿 遇见了你 看来呀 我妈还真是有缘分 我啊 是小飞的妈妈 哎呀 阿姨 谢谢你 我啊 真是太高兴了 当年啊 真是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哎呀 不用 不用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你说你一个小姑娘 大热的天 晕倒在路边上 让我看见了 你说我能不管吗 那个 我跟小黑啊 出对线 我妈还说啊 让我多跟她在一起 接触接触 还考验考验她呢 现在看来啊 不用了 她的妈妈都那么优秀 心肠啊 那么好 小黑啊 肯定唱不了哪儿去 你的嘴啊 真会说 那个 小黑啊 刚才啊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那么跟你说话 没事 没事 我不计较 不过 说实话 我家这房子啊 确实有些破 你刚才也说了 说我家房子破 不过啊 我是真的一心一意喜欢你 我呀 会把最好的都给你 行行行 我们不说了 等我回去啊 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妈 要是我妈知道 当年救我的人是阿姨 那我妈不得高兴坏了呀 不过啊 姓子姐啊 你说你妈 知道我家这么破 会同意我们在一起吗 她会同意我们结婚吗 小黑啊 这个问题啊 你就不用再纠结了 我妈呀 她虽然希望我家的家庭条件好一点 但是 家庭条件好的 她也会有缺点的 对不对 那 相反的 家庭条件不好的 她也会有很多的优点 虽然啊 你家的房子是破了一点 但是 你这个人有志气啊 你勤奋 努力 后天的条件啊 我们都可以去创造的 但是啊 这一颗好的人心 是创造不好的 我还不需要拥有尽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